年纪轻轻的大爷只是去理个发 结果却被理发师割掉了耳朵 消防员仔细一看 我的天哪 整个耳朵竟然全部消失了 直接惊掉了他们二斤多的下巴 就在遥远的刚刚 消防员接到救援任务 理发师惊慌地说顾客刚刚坐到椅子上 然后自己激动的小手不小心碰到了手柄 结果椅子就打滑了 消防员急忙跟着走了进去 屋里不停地传来杀猪般的惨状 大爷的两个眼珠子瞪得像眼睛一样 怒斥着理发师割了他的耳朵 消防员慢慢地迅速拿开毛巾一看 大爷的脑袋上瞬间多了一个大窟窿 评论区输入永远在你身边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消防员让理发师去找个垃圾袋 然后把里面装满冰块拿给他 接着迅速替大爷包扎起来 不到三个小时 理发师就拿来了冰块 消防员把切割整齐的耳朵放在了袋子里 准备让医生把他给安回去 然后友好的问大爷自己能走吗 大爷表示自己可以走 至少理发师现在还没割掉他的腿 理发师被吓得脸都白了 也不知道这一只耳朵要赔多少钱 消防员带着大爷才刚刚离开 接着理发师就大喊道 下一位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女人大喊着救命 说里面有人快要不行了 但是他告诉消防员进去要小心 懵逼的消防员瞬间一脸懵逼 吃瓜群众告诉他们里面很难呼吸 消防员赶紧不慌不忙地打开了肛门 结果一进门就闻到了一股臭脚鸭嘴 竟然是防狼喷雾的味道 他们迅速打开肛门进行通风 接着立马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同学表示自己带了防狼喷雾给大家看 结果激动的小手有些颤抖 意外触发了开关 但是女孩有哮喘病 根本就受不了这个味道 得知情况的消防员赶紧让队友去拿喷雾器 准备替女孩补充氧气 接着安慰女孩预示千万不要慌 可以拿出手机看看小五电影解说 结果找了三个多小时 队友也没有找到喷雾面罩 消防员表示根本不可能 自己确认之前已经放进去了 就在两人再次翻找的时候 女孩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这下可玩犊子了 一旁的同学不停地催促赶快救她 队友表示自己可以试试自制一个喷雾器 说完二话不说就开始动起手来 仅仅倒过了半个多小时 一个自制的喷雾器就做好了 他们立刻给女孩带了上去 女孩这才慢慢地迅速恢复过来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消防员放在急救箱里的东西会丢呢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马路上发生了严重车祸 男人不停地大喊着快救救她的老婆 消防员跑过去一看 发现女人被掉落的钢板卡在了地上 好在经过检查发现 自行车替女人挡住了伤害 她还有零点五口气在 他们必须赶快把钢板挪开 否则过不了多久女人就要凉凉 因为钢板的位置非常不稳定 现在的力量全靠自行车挡着 消防员决定先把卡车稳定住 一定不能发生二次移动 他们迅速固定了车轮 在女人的脚上绑上了安全绳 接着拿来两把小小的大钳子 消防员用钳子把几块钢板夹在了一起 队友则在车上徒手拉着钢板 在确定几块钢板稳定之后 消防员在钢板的底部垫上了两块针 其他人也准备好了担架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消防员用钳子慢慢地训练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露出了一点空间之后 消防员赶紧把女人给拽了出来 下一秒 几百斤的钢板就滑了下 不要钱的自行车瞬间被砸成了渣渣灰 所有人都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要是晚上一秒钟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一波666送给伟大的消防员 故事到此结束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